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 那今天这场景呢 各位继续喷出 指数的部分哦 你会发现 又重新站回月线 那这边看起来呢 它自己是已经完整的 回测完月线之后重新站上来 所以这边可以断定 我们判断就是说 以技术分析来算的话 这边就是属于一个完整的假跌破形态 它已经测完了 所以接下来我讲了 它在供 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接下来呢 会公告所谓的营收 那营收公告里面 我个人推估啦 整个6月份的状况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5月份原本 他们预期应该会是 这个第二季的一个谷底嘛 因为他之前开的法说里面讲的 第二季应该是营收谷底 可是5月营收月增20%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谷底是提前到 所谓的这个 4、5月就产生了 他们原本预估应该是落在5、6月之间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在这个 提前在第一季这边就产生了嘛 因为3、4月看起来就是一个谷底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这个营收原本预估是第二季会谷底 现在谷底移到前面 那我讲的第一个台积电 它后面的营收来讲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它有什么 它有所谓的AI集单 那进入到6月份之后呢 它接下来是什么 苹果的新机的订单嘛 所以理论上来讲 6月份的营收会开始慢慢的 缓步的电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股价在这个地方 我讲了 它不会跌太深 那甚至呢 如果依公告所谓的6月份营收 是继续跃增的话 那大盘呢 就会发动另外一波的总供 那总供级的话呢 指数就会开始强力推升嘛 所以这个不是今天台 我才跟各位马后炮 我今天只把我上个礼拜 之前的这个看盘的方法 以及我判断的一些东西 我重新我再讲一遍给各位听 或许当下指数在跌的时候 我讲这样的东西 你听不下去 可是你今天你回过头来看看 为什么今天指数还有办法继续涨 我想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 就是跟我们所预估的一模一样 台积电不跌的情况之下 大盘不会跌到哪里去 台积电营收好的情况之下 大盘还要继续往上涨 因为这一次台积电订单会出来 主要就是什么 AI相关的关系嘛 所以美国股市你看 超级强势的就两档股票 一个是挥达 另外一个就是苹果 那这两个都是谁的客户 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客户的股价在大涨 他没有理由这边会开始大跌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他不会大跌 指数就不会跟着跌 那这个盘就做不完了 而且7月9号 苏之锋又要来台湾 上一次还仁勋来了之后 这个所有AI股票就喷出去了 这一次7月9号要来很快哦 那现在很多股价 是不是已经开始先动了 像3E的伪创 这已经开始喷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2382的广达 你会发现哇 这不真的是有够强的 有没有整理完之后 再攻再创高 这两档AI的指标股 不会改变的情况之下 我讲了很多的AI概念股 还有得涨 对不对 还有得涨 那我讲了所有的AI概念股那么多 我讲了我们今年做一件事情 不要去盯着海浪抗 你不要这边看看那边看一看 到最后呢 你追来追去你赚不到大钱 我讲了落水3000我们只取一瓢 AI概念股就是看情城 对不对 因为情城是 会打H100伺服器的机壳供应商嘛 对吧 那现在H100是大陆抢的药 那我想这个来讲的话 他就有相关的题材 对不对 所以情城我从5月25号我跟各位讲 你们要特别注意 我讲了电子股第二季的大转折点到了 有没有 然后呢 我说这一档的需求也会跟着大增嘛 这是821年情城 从那天开始 股价呢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一路涨上来 有没有 再创高 波段新高 持续走高 65% 74% 然后呢 两天的拉回来 你看我解盘你也知道 我暗示的够明白了吧 我说这两天的拉回 是让你买 不是让你卖的 我节目上我也没有这么讲 你可以看一下我前几天 在解盘过程里面 我在情城拉回的时候 我节目上我怎么跟你讲 我前几天我跟各位讲 你或许你不会相信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直觉你会觉得说这种股票涨太多了 从老师讲的90几块一路涨上来涨到150几块 老师啊你叫我们说拉回要买 还真的会涨吗 你发现还真的会涨 对不对 从这边开始 这一天是多少137块跌破140块 那今天你回过来看看 这股价已经涨到184.5了 这边又差了40块钱的价差 可不可以买 可以赚钱当然就可以买 今天我在做股票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有一些强的股票 他就是会一直涨 你涨来涨就会发现 他就是涨这些股票 伪创慢慢的涨上来 像之前的这个电力概念股 华晨有没有 今天来讲他就是涨这些啊 上半年就涨这些嘛 你觉得涨很多了他还是会继续涨 对不对 但是华晨来到这里170块了 我跟各位讲这种股票呢 你就怎么样稍微不要那么 兴奋不要被打了鸡血就开始乱追 有没有我讲过吧你先不要先忍耐一下 因为现阶段来讲的话有新的主流出来了 在整个AI的部分 为什么秦成 在这个拉回过程里面我会很笃定跟各位讲说你就是要上车你就是要做买进 有没有 我不但这里我送给大家 这边的拉回跟你讲一定要做上车动作有没有所以我6月27号我节目上我再送一次 我讲的手机号码有1跟2的 有没有万事够明白了吧 我说高雄站你没上车的台中站到了 赶快上车嘛 这班列车我们从高雄做出发 对不对 然后到台中了 有没有 要直达车嘛台中才会停一下嘛 台中你不上车 我跟你讲说接下来会到台北嘛 是不是 那后面有没有继续涨你自己看得很清楚嘛 现在是不是继续往上攻了 这可能到苗栗了嘛 到新竹了嘛 台北站还没到嘛 所以当下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会相信 但是你事后看看呢 好像又对了 秦成 有没有大涨特涨你自己看得很清楚 这个我就不用再多讲了 它是什么题材 就是跟AI有关系的嘛 所以我说强势的股票在拉回过程里面 你们就是要上车 那另外一档呢我跟各位讲说甄嬛赚 我说小新最后会变成真会赚 你慢慢看 这边我给你预告完之后 我说他是拉KK棒回来 我给你画了一条线 我说你慢慢看他会慢慢垫上来 这个叫做什么样 中继的洗盘甩轿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家公司他很特别 以前大家都觉得说行情不好的时候他才会涨 但现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同业里面 日本 有一家叫松下的 他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把他相关的产品 他停止生产了 就说我松下我自己不做了 那原本有很多厂商在竞争嘛 所以现在有个厂商出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这个不是他最主要的东西嘛 松下 日本松下来讲这不是他最主要的产品 但是对他来讲 这是他主要的产品嘛 那我现在我继续的经营 对不对 就像一条街里面 这整个 一条街里面 卖了很多的东西 可能卖鸡排的有三四家 突然有两家不完了 那剩另外两家 那你觉得他生意好不好 如果人潮都不变的情况之下 那个生意一定会好起来嘛 所以他现在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他主动退出了 二月份宣布 所以这个效应来讲的话 应该会怎么样 慢慢会持续反映在他的这整个营收上 所以果不其然他第一季就赚钱了 第一季赚钱之后呢 第二季我给你讲他会赚更多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这个产品需求 蓝光光碟片的部分 我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猜到了 这是哪一栏股票 我就直接讲了 他蓝光光碟片的部分 各位你不要小看蓝光光碟片 蓝光光碟片这个东西 他跟AI伺服器有什么关系 各位你要知道 伺服器资料要备份的话 你觉得要用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就是用蓝光光碟片 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现在伺服器AI很强 对不对 我跟你讲病毒也很强 骇客更厉害 所以有一些企业为了避免资料 被骇客 直接攻击截取掉 所以他们要做什么 资料备份的话 就会用这个东西 蓝光光碟片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目前没有人会觉得说 他跟AI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跟你讲 他跟AI会有关系 因为AI 主打就是伺服器 当你伺服器使用的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相辅相成 蓝光光碟片的需求量也会大增 再加上他业外有超级大的转投资 所以你这样一下来之后呢 8月14号之前 他要公布什么 公布EPS 如果第二季的EPS 比第一季还要更高更高的话 那你觉得股价短线会不会喷 这就很简单的逻辑了嘛 所以很多事情我讲在前面 很多人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你到后面你会发现 又可以印证 有没有 我跟你讲台中站你要上车嘛 台中站你不上 你看 现在车子快开到台北了 你追都追不到嘛 为什么 因为你还在台中站看啦 你还等 等下一班车会不会来嘛 我们已经先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 你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不要只看那个报纸 你的广播跟你讲说 你赶快上车 剩一分钟的 你从那个台中站 你要跑到 月台上你根本来不及 你先过去等不就好了 对不对 你先等嘛 因为你知道 时间到他就走了吧 时间到他就会走了 对不对 这个列车没有停止过嘛 他到了就会上嘛 所以 你要在前面就要先卡位 这也是一样嘛 你不要等他股价真的喷出去之后 你再问我说啊老师啊 他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问我说啊老师啊 情城还可不可以买 那这里我叫你买 我说台中站到底为什么不上车 对不对 我请你买你又不买 涨上来之后你再问我说要不要追 我跟各位讲这都是人之常情 这就是信任度的问题你相信我的 你就会动作 你不相信我的我讲破 讲破嘴巴喊破喉咙也都没有用 对不对那你相信的 随着这行情起来 我跟他讲行情会上我们的股票都会上 所以我讲你要有耐心嘛 对不对 情城我讲的AI概念股里面 我们落水3000只取一票另外一档比较看好的 有比较偏AI题材的 我跟你讲这个也有 你不要觉得这个没有 你把整个产业链你把连结起来之后 你发现他也是AI伺服器 需要用到的一个产品 这个市场目前还没有过多的联想 但是我跟你讲你到后面你会发现市场跟你讲这个东西 但是当市场跟你讨论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伪创啦 机壳的 对不对 机壳这些东西当大家讨论到的时候股价就已经上去了嘛 你根本来不及 所以我讲的要事先去做卡位 那另外一个我比较看好的族群在哪里在整个轻能发电的部分 我讲这个是下半年全新的题材我看法没有改变 轻能的部分你看今天股价8996的高利 高利要办限征220-250股价还有办法往上拉拉到372今天高利是不是涨0.00 237的大同今天大同股价强不强 有没有我讲大同股价你要注意嘛 对不对 他是不是又涨上来了 又创新高了嘛 所以这些在涨什么我给你讲就是涨轻能 大同去参加了一家公司的这个私募 叫做清风绿能嘛 做什么做轻能的 经济不扶持 那另外一家最大的股东是谁 我给你讲就是车王店 所以车王店我看法我没有改变 这个你有看节目你有猜到的 我想 在我们运作过程里面你都有参与到 因为这种股票是慢慢慢慢涨让你上车的 对不对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讲的你注意什么接下来营收公告吗今天还在洗喔 因为遇到这条线 他一定会洗一下有没有 那你在今天再回头印证我所讲的 我给你讲这个就绝对不是最高价嘛 是不是 所以你发现上个礼拜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跟我画的线一模一样 我讲这边会慢慢的上来然后过这个地方的糕点 有没有 我是有画给你看 那你自己看一下我说这个 当天连留长上影线 上影线我跟讲隔天会摔下来洗盘 洗完盘之后他把它吃上去 然后呢这个糕点会过 对吧 那现在糕点过再拉回一次 等什么 等一个大力多 等一个你不知道的大力多 会不会 会不会 你自己注意啊 好再来其有呢 有没有 AI昂控骑兵 我一直在讲秦城一直在讲华城 双城很多人觉得老师啊这股票涨很多了我不敢买 有没有新的 有没有低档的不一样的 我跟你讲的其有 对不对 3356的其有 来各位今天有没有新高价 是不是 6月14号送给大家 有没有 6月14号在哪里 6月14号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回过头一看呢 这个上影线是不是也被吃过去了 中间还有没有上影线有 那有没有再吃过去了 一样再吃过去嘛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所以AI的股票 轻人的股票 你都要注意 那这两天的盘面上 比较热门的在哪里在网通族群 为什么因为拜登要砸 420亿美元要做所谓的网路基础建设 那在网路基础建设这个区块上来讲的话 这420亿美元到底是什么概念 或许很多人不太懂 那我跟大家讲 台湾一年的GDP 大概是20兆美元 20兆台币跟着 20兆台币 好那 420亿美元的话 是多少 多少台币 1.2兆 所以这个1.2兆 美国光这个基础建设 网路基础建设就砸了1.2兆台币 台湾一整年GDP才20兆而已 所以这个比例上来讲大不大 非常大的肥单 再加上 中国厂商他这次吃不到的 全世界来讲的话 网路相关的设备 中国跟台湾 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现在中国你要吃 吃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美国要推所谓的干净网路 你根本吃不到我的一个商机 所以就变得怎么样 台湾厂商 这一次呢就有机会发这个 美国基础建设材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里面你会发现到 5388的中壘 这已经涨上来了 有没有注意到 5388中壘其实股性很不好 但是 你会发现这一波的强势 程度上来讲 也是相对相对的强 6285的起迹呢 也是一样 持续的一个强攻 有没有 然后呢比较活泼一点的2419的 重期 今天股价呢又攻到涨停板 4979的华星光 也拉到涨停板 有没有 那我讲了 7月冲天炮 这个 跟网路基础建设有关的哪一档股票 这叫做3558的神准 这档股票为什么 我会认为说OK没有问题 第一个你先看位阶 很多股票的位阶都已经涨上去了 但是你目前看起来神准的位阶在地板上 对不对 那今天又垫高了嘛为什么因为网通在涨而且 你用EPS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去年整个网通里面的获利网 他赚最多 那北美营收占比也很高 今年第一季来讲的话他也是什么网通族群里面的获利网 所以如果说这整个网通族群在动的话 网通族群在动的话他今年第一季赚多少赚5.14吗也是获利网 网通族群在动的话我想 他相关的这个 这个营收后续来讲 就会开始慢慢的反应上来 所以位阶来看的话 你相较于5388的中壘 对不对 这个位阶比较 稍微比较低一点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样后续可以注意的我讲了7月冲天报 跟网通有关的神准 那今天也上来了 那接下来看什么 各位接下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疏解概念股 苏之峰7月9号会来台湾 那相关的股票会不会动 我跟你讲已经开始动了 那这个里面你要去找什么跟 超微有关系的 就说 跟他有关系的股票 那接下来是不是比较容易会涨 而且你要注意到就是说 很多的AI伺服器相关概念股 现在你是买不下去的 那如果有一档股票 他现在是 拉了一波之后回档到月线不近 又开始转强 那这种股票 KED又是D档准备黄金交叉 那你要不要注意 而且他接下来又有这个题材嘛 所以你让这整个指数在涨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去找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股票接下来是有机会 那我讲的就是他 你今天你猜你也猜不到啦 因为我只有两个 暗示而已6跟8 股票市场里面有6跟8的股票很多 所以你今天不要浪费那个心思 去猜到底是什么股票 我今天没有给你任何暗示 我给你来就对了 琴承很会飙 小心 他也休息够了 这个应该是也 助理又打错了 他也休息够了 好不好 他也休息够了 接下来 手机号码里面有6跟8其中一码的欢迎大家 打电话进来 好不好 你有6跟8其中一码你只要有6啦也有8啦其中一码的 我都跟大家分享这个叫做什么 疏解概念股 接下来你慢慢看 这个题材 市场上一定有人会喊 懂我意思吗一定会有人 会跟你讲说接下来苏之锋要来台湾的那什么股票可以注意 相关的这个概念股里面去找 找到你也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 他只会跟你讲台积电 伪创啦 广达啦 对不对 那个对你来讲你是买不下去的 那你要找什么 你敢买的 而且未来会涨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们这一波我讲的 秦晨 有没有 当广达 当整个 伪创在涨的时候我们没有广达也没有伪创 那来得及还来不及 来得及吗为什么因为还有秦晨 所以你去对照一下 秦晨涨到这里的时候 秦晨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伪创在哪里 同一天我们自己看 伪创前面有没有注意到 这已经涨了吓死人了已经涨一波了 对不对 2382的广达已经怎么样已经涨一波了 从这边七十几块涨上来涨到1154涨一波了 对不对 那你问我说有没有低位阶的 那我跟你讲就秦晨嘛 是不是 好那现在秦晨涨到这里了 有没有低位阶的我跟他 就是他嘛 你以周线来看他位阶超级低啊 你不买 你不买小心后面喷到你追不到 现在你可以买的时候你就尽量买 全力给我布局 这一档 疏解概念股 小心喔 接下来只要扯到他 扯到他 扯到他 市场联想到他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股价 小心喷到天上去 好不好 这是哪一档 你今天不用拆 你怎么拆都拆不到 直接把电话拨通 打电话进来 这样股票告诉你 把电话拨通 这两股票 送给各位 全民抗掌大作战 888抗通膨专案 让您轻松的负担 帮助您快乐的赚钱 抗掌专线02-8511-3366 抗掌专线02-8511-3366 顶页投顾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 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 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页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这个行情 你会觉得说 不知道要买什么 很多都爱涨 但是你买不下去 我讲了没有关系 我们就慢慢来 你跟着我的节目的脚步 跟着我的讯息的脚步慢慢走 我们慢慢去找 我相信今年一定 可以赚到大钱 所以 有一些股票涨上来 你今天也不用去羡慕 比如说 什么万海 杨明 长龙 对不对 最近好像又涨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台面上的这些 伺服器的股票 伪创 广达你不敢买 成名店 秦成你也都没跟到 那没有关系嘛 我讲了 这些股票会涨 接下来一定还有一些个股 是有机会慢慢的开始 会做一个发动 那我们就抽丝剥茧 去把接下来最有机会的股票 给他掌握到 那我们跟着一起上车 好不好 所以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特别注意这张股票 短线这题材 应该会带动他的股价 会开始 持续的再攻一段 你要特别注意 今天 他准备要正式做攻击了 那后面如果你没有上车 我跟你讲接下来你怎么买都买不到 因为你后面又不敢买了 所以今天看到节目的 欢迎大家 直接 把电话拨通 跟着我一起来 打掉进来这一档 疏解概念股 接下来 会涨到让你意想不到的标股 我给大家 你今天 看到情城我想大家已经都没话讲 对不对 这个拉回暗示很明白了 我节目上我直接公开跟你讲我说拉回就是要做买进 有没有 那上礼拜五涨停板 今天有涨停板 现在又在加速段 你一回过头来看看184.5了 当天在拉回过程里面137 有没有 现在184.5那接下来看什么 我给你看看这样股票 疏解概念股 这一档接下来会飙到你无法想象 你不知道买什么的 手机号码里有6跟8其中一码的 欢迎大家 直接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 疏解概念股 直接 送给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